教育部长黄勋才傍晚在Facebook贴文 向在高空项目中意外身亡中学生的家属表达深切慰问 教育部已经宣布暂停所有涵盖高空项目的户外学习活动 英华自主中学15岁学生潘信阳 前天在益顺战备军人协会俱乐部参加户外高空项目时发生意外 昨天在邱德巴医院逝世 死者的灵堂设在新加坡殡仪馆 今天下午开放给亲友调宴 潘信阳是家中的独生子 父母形容他是很有爱心的孩子 成绩优越 而且很关心朋友 逐步调查显示 这起意外不涉及犯罪行为 事故还在调查中